最新消息显示 美国日前正式取消了与波音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 据了解波音在两年前就已经拿下了这份合同 美国也为该项目投资了12亿美元 但这依旧无法阻止双方合作关系的破裂 如今就连美国自己也主动选择了终止合作 波音的前景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 不过波音似乎把重心放在了付费的计划上 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上的突破 据悉波音和八家中国航空巨头取得了联系 询问恢复运营的相关意见 此外波音也曾预测在未来20年内 中国市场还需要新购入725架货机 如此一来为了保住并争取市场份额 波音也必须要重拾中国市场的信任 然而我国自产的C919大型客机已经完成104架 而且这一机型顺利完成了首次试飞任务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国产大飞机真的要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波音想要彻底挣脱困境 重回巅峰似乎还相当艰难 环球热点 财资世界 大家好 我是一航 赶紧动动手指关注我们 更多财富等你发掘